警局也有警察 各位長官,目前警報已經發放 今天行動署首度釋放行動電話的簡訊 各位長官,如果身邊有行動電話的話 可以來查看一下 來到新白路驗魔觀光鴻秋 觀看消防局、衛生局所進行的災害救要醫療救 南區緊急疫病中心協調調查轄內醫院 是否目前可用的病床及空床資訊 提供災害現場緊急醫療指揮官 要務派遣過送的參考 最後一個點是來到南區區公所 看收容所的規則,含著災民收容 災害病中心歷期於106年5月11日下午1點30分 與本區區公所開設病難周榮處長 收容條件為房屋受准 歡迎道路中斷有危險之餘 無法反加之災民 整個半年整個萬元40萬年 來市長一家人這樣看起來是很困難 他說演習政府的動作都很實驗 過程也很必須 感謝今天參與演習各單位的努力跟用心 讓演習過程順利完成 特別是演習中同仁動作都非常純熟 情況也非常逼真 看到民眾還有化妝 臉都髒掉了 像戰爭的時候 整個身體都髒掉了 看得出大家都非常投入 讓戰災防救的觀念 能夠深入一般的民眾 這個肯定 來市長當然要來講 未來的戰爭是不分前方和後方的 這個肯定打下來都是一樣的 雅英處萬安40號的演習 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的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